国家礼仪 两个装备方队的领队全部是现职军职领导干部 27个装备方队也全部有军以上领导干部三人领队 一个将军一面齐志 他们在阅兵场上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国军高级指挥官 带兵打仗练兵打仗的责任担当和身先士卒以上帅下的良好形象 被誉为官兵的行动楷模方队的精神脊梁 作为我们这次将军领队平均年龄是52岁 我们积极克服在年龄和身体上出现的差距和问题 牢记习主席清党指挥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的嘱托 挑战自我 挑战极限 以最优异的成绩接受习主席的检业 当时我还是有些顾虑 毕竟五十多岁了 我没有把握 我的腰杆还能不能挺得直 背还能不能挺得像年轻人一样直 然后我反复的用iPad照我的背 反复的看 我感觉我还是能够撑直 我想我只要能够伸着直 我还要重新站在领队的位置上 带领战士们通过天门广场 对于这些年过半百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们 身体难免都有些伤弊 但他们却从未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和年轻的小伙子们一起 高标准严要求的训练 每天在训练场上 挥洒八个小时的汗水 就是训练当中呢 我觉得难度还是比较大 这个我需要要过三关 到日来以后 第一个呢是身体关 第一自己的年龄不小了 已经快往六十岁走了 我已经五十六岁了 体力上应该说还是有薄弱的环节 所以这个身体关啊 我觉得是必须要过的 这个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三公关 因为作为领队 特别是将军领队 要下达口力 还要呢 有挺拔的军资 还有呢标准的动作 比如敬礼 还有军资上 你都要能做出榜样和表率 口令呢 也必须铿枪有力 让你的队员呢 能够听到的时候 能够确实动作一致 这对我们来说要求是挺高的 所以这个我们把它归纳为叫战功 喊功 举功 这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第三个呢 是这种地理观 这个有的时候 确实面对酷暑 一下战这个 几个小时 还是 我觉得还是比较艰苦 有差距 勤学苦练来不及 有伤痛 咬紧牙关坚持住 在这些将军自己眼里 将军首先要是一名合格的战士 阅兵训练基地里的普通士兵 能够做到的事情 将军也一定能够做到 阅兵训练 是非常枯燥 非常艰苦 但是我感到 将军的本质 是战士 是为作战而设置的岗位 战士能去的地方 将军也应该能去 战士能做的事 将军也应该能做 军长 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方队 我们和部队 在一起训练的时候 就是以普通一兵 普通党员 这个普通队员的身份 来进行参加 我们向士兵学习 向战士学习 学习他们那种 一不发苦 二不发死的精神 学习他们 这个昼夜奋战 连续加班 不发疲劳的 这么一种顽强的意志 同时呢 我们作为他们的军长 也要用精神的力量 榜样的力量 来影响他们 感到他们 带动他们的积极性 经过紧张而科学的训练 现在这些将军们的身姿和步伐 越来越挺拔和威严 9月3号的天安门广场上 让我们一起期待 共和国将军的风采 战争时期 将军要带领部队 重逢建政 取得战争的胜利 战斗的胜利 必要的时候 还应该付出 生命和选取 那和平时期 仅仅是 战胜 枯燥 高强度的训练 所带来的劳苦 和战胜病痛 和平时期 连这些都不能战胜 那你打起仗来 很难说 你能够付出 牺牲和汗水 和玄血 平行关大战突击连 夜袭扬名部战斗模范连 参阅部队 都是历史悠久的英雄部队 白刃格斗英雄连 无坚不摧 每个阴谋部队方队 将高情 七面荣誉旗 通过天安门 这些旗帜 代表着人民军队 无数在抗战中 立下战功的部队番号 和荣誉称号 这七十面旗帜 予以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七十周年 每个方队的七面旗帜中 靠近天安门一侧的一面 为番号旗 在每面番号旗的旗面 旗面与旗杆的相接触 同时分别印有 八路军 第1115师 静查济军区 等十个党领导 抗日武装的番号 而七面旗帜中间的一面 为主旗 也印有这个方队的名称 如狼牙山武壮士 英模部队 平行关大战 突击连英模部队 其余的旗帜 均为荣誉旗 这七十面红旗中 主旗略大 按军区旗 均旗尺寸大小设计 旗面长1.65米 宽1.32米 旗杆长3.24米 其他旗帜 则按团级 均旗大小 旗面长1.5米 宽1.2米 旗杆长2.98米 每一面旗帜 都是一座丰碑 写着浴血奋战 可歌可泣的故事 这七十面鲜艳的红旗 通过天安门时 将与城楼的红色 相映成灰 展现党在抗战中的 辉煌业绩 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做出的重要贡献 并且表达人民军队 忠于党 在强军新军的征程上 阔步前进的坚定决心 和信心 俄罗斯红场阅兵时 解放军三军仪仗队 曾经艳亮相 赢得中外民众一片喝彩 而在此次胜利日阅兵中 三军仪仗队 女子仪仗兵也将首次亮相阅兵式 据悉 阅兵当日 五十一名三军仪仗队 女子仪仗兵 将按陆海空军各一列 每列十七人的队形 整齐排列在 三军仪仗队方队 第十至第十二排 今年六一的时候 我们接到的通知 就临时接到的很突然 然后就说我们这个 三军仪仗方队 要临时增加女人排列 然后每个人都很兴奋 2014年2月 三军仪仗队在北京军区范围 临审了第一批女子仪仗兵 这也是三军仪仗队舰队62年来 首次招收女队员 来自河北仁秋的赵颖 入伍已经八年 是三军仪仗队首批女子仪仗兵 赵颖告诉记者 阅兵训练基地里的艰湖军练 让不少女兵都瘦了一大圈 上个星期的时候吧 新式礼服到位了 然后大家都在试 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礼服都肥了 都觉得这次怎么量的这样肥 后来才发现大家都瘦了 然后比如有的人瘦了十多斤的 我是瘦了十斤 据了解 参加此次阅兵的三军仪仗队 女子仪仗兵 平均身高1.78米 平均年龄二十岁 大学及以上学历达88% 在阅兵训练基地里 女子仪仗兵们 按照和男兵们一样的标准和强度 接受训练 盛夏时节 阳光持续曝晒 女兵们的衣服及四倍汗水浸湿 为了9月3号的精彩亮相 女兵们觉得这一切都值得 但这些在训练场上 不怕苦不怕累的女兵们 也都有掉眼泪的时候 主旗也印有这个方队的名称 如狼牙山武壮士英模部队 平行关大战突击连英模部队 其余的旗帜均为荣誉旗 这七十面红旗中 主旗略大 按军区旗 军旗尺寸大小设计 旗面长1.65米 宽1.32米 旗杆长3.24米 其他旗帜则按团级军旗大小 旗面长1.5米 宽1.2米 旗杆长2.98米 每一面旗帜都是一座风碑 写着浴血奋战 可歌可泣的故事 这七十面鲜艳的红旗 通过天安门时 将与城楼的红色相应成灰 展现党在抗战中的辉煌业绩 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做出的重要贡献 并且表达人民军队忠于党 在强军新军的征程上 阔步前进的坚定决心和信心 俄罗斯红场阅兵时 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曾经艳亮相 赢得中外民众一片喝彩 而在此次胜利日阅兵中 三军仪仗队女子仪仗兵 也将首次亮相阅兵时 据悉 阅兵当日 51名三军仪仗队女子仪仗兵 将按陆海空军各一列 每列17人的队形 整齐排列在三军仪仗队方队 第10至第12排 今年61的时候 我们接到的通知 就临时接到的很突然 然后就说我们这个 三军仪仗方队要临时 就是增加旅渗排名 然后每个人都很兴奋 2014年2月 三军仪仗队在北京军区范围 临审了第一批女子仪仗兵 这也是三军仪仗队舰队62年来 首次招收女队员 来自河北仁秋的赵颖 入伍已经8年 是三军仪仗队首批女子仪仗兵 赵颖告诉记者 阅兵训练基地里的坚苦训练 让不少女兵都瘦了一大圈 上个星期的时候吧 新式礼服到位了 然后大家都在试 第一反应就是 这个礼服都肥了 都觉得这次怎么凉得这样肥 后来才发现大家都瘦了 然后比如有的人瘦了十多斤的 我是瘦了十斤 据了解 参加此次阅兵的三军仪仗队 女子仪仗兵 平均身高1.78米 平均年龄20岁 大学级以上学历达88% 在阅兵训练基地里 女子仪仗兵们 按照和男兵们一样的标准和强度 接受训练 盛夏时节 阳光持续曝晒 女兵们的衣服及四倍汗水浸湿 为了9月3号的精彩亮相 女兵们觉得这一切都值得 面对酷暑 一下占这个几个小时 还是 我觉得还是比较艰苦 有差距 勤学苦练来不及 有伤痛 咬紧牙关坚持住 在这些将军自己眼里 将军首先要是一名合格的战士 阅兵训练基地里的普通士兵 能够做到的事情 将军也一定能够做到 阅兵训练 是非常枯燥 非常艰苦 但是我感到 将军的本质 是战士 是为作战而设置的岗位 战士能去的地方 将军也应该能去 战士能做的事 将军也应该能做 军长 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方队 我们和部队在一起训练的时候 就是以普通一兵 普通党员 这个普通队员的身份 来进行参加 我们向士兵学习 向战士学习 学习他们那种 一不发苦 二不发死的精神 学习他们 这个昼夜奋战 连续加班 不发疲劳的 这么一种顽强的意志 同时呢 我们 作为他们的军长 也要用精神的力量 榜样的力量 来影响他们 感到他们 带动他们的技术性 经过紧张而科学的训练 现在这些将军们的身姿和步伐 越来越挺拔和威严 9月3号的天安门广场上 让我们一起期待 共和国将军的风采 战争时期 将军要带领部队 重逢建政 取得战争的胜利 战斗的胜利 必要的时候 还应该付出 生命和选取 那和平时期 仅仅是战胜 枯燥 高强度的训练 所带来的劳苦 和战胜冰痛 和平时期 连这些都不能战胜 那里打起仗来 很难说 你能够付出牺牲和汗水 和泉血 平行关大战突击连 夜袭扬名部战斗模范连 参阅部队 都是历史悠久的英雄部队 白刃格斗英雄连 无坚不摧 每个阴谋部队方队 将高情 七面荣誉旗 通过天安门 这些旗帜 代表着人民军队 无数在抗战中 立下战功的部队番号 和荣誉称号 这座步伐 越来越挺拔和威严 9月3号的天安门广场上 让我们一起期待 共和国将军的风采 战争时期 将军要带领部队 重逢陷阵 取得战争的胜利 战斗的胜利 必要的时候 还应该付出生命和选取 那和平时期 仅仅是战胜 枯燥 高强度的训练 所带来的劳苦 和战胜冰痛 和平时期 连这些都不能战胜 那你打起仗来 很难说 你能够付出牺牲 和汗水 和选取 平行关大战突击连 夜袭扬名部战斗模范连 参阅部队 都是历史悠久的英雄部队 白刃格斗英雄连 无坚不摧 每个阴谋部队方队 将高情 七面荣誉旗 通过天安门 这些旗帜 代表着人民军队 无数在抗战中立下战功的部队翻号 和荣誉称号 这七十面旗帜 予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七十周年 每个方队的七面旗帜中 靠近天安门一侧的一面 为翻号旗 在每面翻号旗的旗面 旗面与旗杆的相接触 同时分别印有八路军 第1115师 静察纪军区 等十个党领导抗日武装的番号 而七面旗帜中间的一面 为主旗 也印有这个方队的名称 如狼牙山武壮士阴谋部队 平行关大战突击连阴谋部队 其余的旗帜 均为荣誉旗 这七十面红旗中 主旗略大 按军区旗 均旗尺寸大小设计 旗面长1.65米 宽1.32米 旗杆长3.24米 其他旗帜则按团级军旗大小 旗面长1.5米 宽1.2米 旗杆长2.98米 每一面旗帜都是一座风碑 写着浴血奋战 可歌可泣的故事 这七十面鲜艳的红旗 通过天安门时 将与城楼的红色相应成规 展现党在抗战中的辉煌业绩 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做出的重要贡献 并且表达人民军队忠于党 在强军新军的征程上 阔步前进的坚定决心和信心 俄罗斯红场阅兵时 解放军三军一仗队曾经艳亮相 赢得中外民众一片喝彩 而在此次胜利日月 这两个人来影响他们 感召他们 带动他们的机器心 经过紧张而科学的训练 现在这些僵士们的身姿和步伐 越来越停伐和危严 9月3号的天安门广场上 让我们一起期待 共和国将军的风采 战争时期 将军要带领部队 重逢建政 取得战争的胜利 战斗的胜利 必要的时候 还应该付出生命和宣传 那和平时期 仅仅是战胜枯燥 高强度的训练 所带来的劳苦 和战胜冰痛 和平时期 连这些都不能战胜 那里打起仗来 很难说 你能够付出牺牲和汗水和泉血 平行关大战突击连 夜袭扬名古战斗模范连 参阅部队 都是历史悠久的英雄部队 白刃格斗英雄连 无坚不摧 每个阴谋部队方队 将高情 七面荣誉旗 通过天安门 这些旗帜 代表着人民军队 无数在抗战中立下战功的部队翻号 和荣誉称号 这七十面旗帜 予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七十周年 每个方队的七面旗帜中 靠近天安门一侧的一面 为翻号旗 在每面翻号旗的旗面 旗面与旗杆的相接触 同时分别印有 八路军 第1115师 静察纪军区 等十个党领导抗日武装的番号 而旗面旗帜中间的一面 为主旗 也印有这个方队的名称 如狼牙山武装式英模部队 平行关大战突击连英模部队 其余的旗帜 均为荣誉旗 这七十面红旗中 主旗略大 按军区旗 均旗尺寸大小设计 旗面长1.65米 宽1.32米 旗杆长3.24米 其他旗帜则按团级军旗大小 旗面长1.5米 宽1.2米 旗杆长2.98米 每一面旗帜都是一座风碑 写着浴血奋战 可歌可泣的故事 这七十面鲜艳的红旗 通过天安门时 将与城楼的红色相映成灰 展现党在抗战中的辉煌业绩 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作出的重要贡献 并且表达人民军队忠于党 在强军新军的征程上 迫目前进的坚定决心和信心 到这来以后 第一个呢 是身体观 第一 自己的年龄不小了 已经快忘 六十岁走了 我已经五十六岁了 体力上 应该说 还是有薄弱的环节 所以这个身体观啊 我觉得是必须要过的 这个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三宫馆 因为作为领队 特别是将军领队 要下达口令 还有呢 有挺拔的军资 还有呢 标准的动作 比如敬礼 还有军资上 你都要能做出榜样和表率 口令呢 也必须铿枪有力 让你的队员呢 能够听到的时候 能够确实动作一致 这对我们来说 要求是挺高的 所以这个我们把它归纳为叫战功 喊功 举功 这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第三个呢 是这种地理观 这个有的时候 确实面对酷暑 一下占这个 几个小时 还是 我觉得还是比较艰苦 有差距 勤学苦练来不及 有伤痛 咬紧牙关坚持住 在这些将军自己眼里 将军首先要是一名合格的战士 阅兵训练基地里的普通士兵 能够做到的事情 将军也一定能够做到 阅兵训练 是非常枯燥 非常艰苦 但是我感到 将军的本质 是战士 是为作战而设置的岗位 三十人去的地方 将军也应该能去 三十人做的事 将军也应该能做 军长 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方队 我们和部队在一起训练的时候 就是以普通一兵 普通党员 这个普通队员的身份 来进行参加 我们向士兵学习 向价值学习 学习他们那种 一不发苦 二不发死的精神 学习他们 这个昼夜奋战 联系家伙 不发疲劳的 这么一种顽强的意志 同时呢 我们 作为他们的军长 也要用精神的力量 榜样的力量 来影响他们 感召他们 带动他们的机器性 经过紧张而科学的训练 现在这些僵士们的身姿和步伐 越来越挺拔和威严 9月3号的天安门广场上 让我们一起期待 共和国将军的风采 战争时期 将军要带领部队 重逢宪政 取得战争的 要连续 就是增加女军排量 每个人都很兴奋 2014年2月 三军仪仗队 在北京军区范围 临审了第一批女子仪仗兵 这也是三军仪仗队 舰队62年来 首次招收女队员 来自河北仁秋的赵颖 入伍已经8年 是三军仪仗队 首批女子仪仗兵 赵颖告诉记者 阅兵训练基地里的 艰苦军练 让不少女兵 都瘦了一大圈 上个星期的时候 新式礼服到位了 然后大家都在试 第一反应就是 这个礼服都肥了 都觉得这次 怎么凉得这样肥 后来才发现 大家都瘦了 然后比如 有的人瘦了十多斤的 我是瘦了十斤 据了解 参加此次阅兵的 三军仪仗队 女子仪仗兵 平均身高1.78米 平均年龄20岁 大学级以上学历 达88% 在阅兵训练基地里 女子仪仗兵们 按照和男兵们 一样的标准和强度 接受训练 盛夏时节 阳光持续曝晒 女兵们的衣服 几次被汗水浸湿 为了9月3号的精彩亮相 女兵们觉得 这一切都值得 但这些在训练场上 不怕苦不怕累的女兵们 也都有掉眼泪的时候 也印有这个方队的名称 如狼牙山武壮士英模部队 平行关大战突击连英模部队 其余的旗帜 均为荣誉旗 这七十面红旗中 主旗略大 按军区旗 均旗尺寸大小设计 旗面长1.65米 宽1.32米 旗杆长3.24米 其他旗帜 则按团级均旗大小 旗面长1.5米 宽1.2米 旗杆 长2.98米 每一面旗帜 都是一座风碑 写着浴血奋战 可歌可泣的故事 这七十面鲜艳的红旗 通过天安门时 将与城楼的红色相映成灰 展现党在抗战中的辉煌业绩 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做出的重要贡献 并且表达人民军队忠于党 在强军新军的征程上 三军仪仗队女子仪仗兵 将按陆海空军各一列 每列十七人的队型 整齐排列在三军仪仗队方队第十 经过紧张而科学的训练 现在这些将军们的身姿和步伐 越来越挺拔和威严 9月3号的天安门广场上 让我们一起期待 共和国将军的风采 战争时期 将军要带领部队 重逢建政 取得战争的胜利 战斗的胜利 必要的时候 还应该付出生命和选取 那和平时期 仅仅是战胜枯燥 高强度的训练 所带来的劳苦 和战胜冰痛 和平时期 连这些都不能战胜 那里打起仗来 很难说你能够付出 牺牲和汗水 和玄血 平行关大战突击连 夜袭杨明古战斗模范连 参阅部队都是历史悠久的英雄部队 白刃格斗英雄连 无坚不摧 每个阴谋部队方队 将高情 欺面荣誉棋 通过天安门 这些旗帜代表着 人民军队无数在抗战中 立下战功的部队番号 和荣誉称号 这座步伐 越来越挺拔和威严 9月3号的天安门广场上 让我们一起期待 共和国将军的风采 战争时期将军要带领部队 重逢建政 取得战争的胜利 战斗的胜利 必要的时候 还应该付出生命和选取 那和平时期 仅仅是战胜 枯燥 高强度的训练 所带来的劳苦 和战胜冰痛 和平时期 连这些都不能战胜 那里打起仗来 很难说你能够付出 牺牲和汗水 和玄血 平行关大战突击连 夜袭扬名古战斗模范连 参阅部队都是历史悠久的 英雄部队 白刃格斗英雄连 无坚不摧 每个阴谋部队方队 将高晴七面荣誉旗 通过天安门 这些旗帜代表着人民军队 无数在抗战中立下战功的部队翻号 和荣誉称号 这七十面旗帜 予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七十周年 每个方队的七面旗帜中 合格的战士 阅兵训练基地里的普通士兵 能够做到的事情 将军也一定能够做到 阅兵训练是非常枯燥 非常艰苦 但是我感到 将军的本质是战士 是为作战而设置的岗位 战士能去的地方 将军也应该能去 战士能做的事 将军也应该能做 军长既然来到了 我们这个方队 我们和部队 在一起训练的时候 就是以普通一兵 普通党员 这个普通队员的身份 来进行参加 我们向士兵学习 向战士学习 学习他们那种 一不发苦 二不发死的精神 学习他们 这个昼夜奋战 连续加班 不发疲劳的 这种顽强的意志 同时呢 我们 作为他们的军长 也要用精神的力量 榜样的力量 来影响他们 感召他们 带动他们的机器心 经过紧张而科学的训练 现在这些僵士们的身姿和步伐 越来越挺拔和威严 9月3号的天安能广场上 让我们一起期待 共和国将军的风采 战争时期 将军要带领部队 重逢建政 取得战争的胜利 战斗的胜利 必要的时候 还应该付出 生命和宣传 那和平时期 仅仅是战胜 枯燥 高强度的训练 所带来的劳苦 和战胜冰痛 和平时期 连这些都不能战胜 那里打起仗来 很难说 你能够付出 牺牲和汗水 和玄血 平行关大战突击连 夜袭扬名簿 战斗模范连 参阅部队 都是历史悠久的英雄部队 白刃格斗英雄连 无坚不摧 每个阴谋部队方队 将高情 七面荣誉旗 通过天安门 这些旗帜 代表着人民军队 无数在抗战中 立下战功的部队翻号 和荣誉称号 这七十面旗帜 予以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七十周年 每个方队的 七面旗帜中 靠近天安门一侧的一面 为翻号旗 在每面翻号旗的旗面 旗面与旗杆的相接触 同时分别印有 八路军 第1115师 警察继军